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25篇 第27章 噩梦 局势的突然转折 令震妖族梦妖族欲要疯狂 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这样的 一致冲击没这么强的 震妖族梦妖族都无法理解 虽说之前和人类第一次交战后 吃了亏 和机械族虫族交流时 震妖族和梦妖族怀着削弱其他两族实力的想法 并没有说出人类阵营拥有隐含意志冲击的宝物 可是虫族机械族也不傻 后来的宇宙之主分配时 他们却坚定要求 三族本族强者 同时分散在三处 像震妖族梦妖族 保护的那巨大剑船内 像机械族附神的椭圆黑色球体内 乃至女皇宫内都有虫族 机械族 妖族 这样一来 要吃亏 三方一起吃亏 如此才能令三方更加团结 所以 正妖族梦妖族也找了个借口 说出了意志冲击这事 为此 虫族女皇 机械族附神 还曾询问过灭尽之主等一些活下来的宇宙之主 这才知晓 意志冲击强度 宇宙之主极限意志才能抵抗 女皇宫内 可是足足八十名宇宙之主 虽说三族最重要的 有希望冲刺宇宙最强者的都未曾参战 可宇宙最强者意志的有三位 宇宙之主极限意志的更有十一位 若是算上分身 共有十六尊身体 他们联合起来 甚至近乎媲美两名宇宙最强者 他们所形成的能量领域 完全能轻易 人类隐含的意志冲击宝物 未能竟然比上次的还可怕 意志冲击宝物能威胁宇宙之主的 从没听说谁得到过 一件都无比珍贵 难道人类族群得到两件 却第二件比第一件还强 镇妖族梦妖族完全没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 虫族女皇也急了 巅峰之宝宫殿 顶级之宝宫殿 你们三个蠢货 快 快 坐到质宝宫殿中去 立即将旁边的宇宙之主尽量保护进去 快 虫族女皇传音急切道 妖言处 罗锋却操控着牧林之州上的古神眼 古神眼距离女皇宫很近 一次次扫荡向那群宇宙之主 另那群宇宙之主中 其他七十七位都毫无反抗之力 宫殿 宫殿 附属的一族三位最顶尖存在 虽知晓躲在宫殿内 宫殿都会被黑妖塔吞袭过去 可是他们顾不得犹豫 立即听从虫族女皇的命令 三座宫殿立即出现 分别是两座巅峰质宝层次的宫殿 以及一座顶尖质宝层次的宫殿 快 保护其他宇宙之主啊 虫族女皇焦急催促道 进来 进来吧 三名一族强大宇宙之主 令他们的各自的宫殿质宝都变得极大 竟力将周围的一鸣鸣鸣宇宙之主 直接弄进他们的宫殿内 在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 虫族女皇也做了一件事 吞袭 之前 虫族女皇是操控女皇宫 吞袭人类阵营一方的宇宙之主 可是此刻他却是改变目标 吞袭的在虚空中 飞行的三族联军阵营一方的 那八十名宇宙之主 强大的吞袭力量 直接作用在那三座宫殿 和周围漂浮的一鸣鸣宇宙之主身上 女皇宫黑玉塔 同时吞袭三族联军阵营 这八十名宇宙之主 强大吞袭力量 一时间 令他们飞行暴涨的速度 立即开始锐减 特别是那三位一族宇宙之主 也竭力抵抗 令他们速度迅速开始停下 然而 罗锋鹏宫之主 以及人类阵营 那一群宇宙之主的可怕攻击 降临了 距离太近 人类阵营的攻击速度太快 其实这三名宇宙之主 迅速取出各自宫殿至宝 竭力将漂浮高速飞行的 宇宙之主弄进来 却也紧紧弄了大半 还有部分宇宙之主 分散在一些距离较远处 人类阵营一方的可怕攻击 便到了 惨杂着道光和棍影的浩浩荡荡的攻击 瞬间扫荡而过 古神眼的意志冲击 依旧在一次次波及着 毫无反抗能力 分散在虚空中 漂浮着飞行的那一鸣鸣宇宙之主 自身都不知道危险降临 不 震妖族梦妖族的吼声都响起 不 机械族父神也同样痛苦 因为其中便有一名机械族宇宙之主 碰 六阶顶尖 完全能一招杀死三阶顶尖 这还是三阶顶尖施展密法 竭力抵抗的情况 像此刻这些遭到意志冲击 都不主动反抗的 就算六阶顶尖层次攻击 都能灭杀四阶强者 而此刻浩浩荡荡的 超过七阶的攻击风暴 就算五阶强者不反抗 都得死 毫无疑问 那飘散开的足足二十二尊神体 在这人类阵营的联合攻击风暴下 瞬间便完全掩灭 二十二尊神体 共十八名宇宙之主 他们中拥有分身的有六位 有的损失一尊分身 有的损失了两尊分身 可其他十二位宇宙之主 却是失去了性命 十二位宇宙之主啊 每损失一位都是惨痛代价 竟损失足足十二位 机械族父神 镇妖族他们一个个悔恨 愤怒 不甘 当重组女皇 凭借女皇宫 以及那三座宫殿 自主竭力 自然逃脱了被吞袭的威胁 三组联军阵 一方愤怒 不甘 同时也暗松一口气 他们最怕的是被吞袭六七十位宇宙之主过去 三号计划 罗峰传音 三号计划 黑玉塔内 黑暗之主也立即下令 声音响彻在每一名宇宙之主脑海 龙行之主 冰封之主 荒剑之主 等一名名宇宙之主 还有人类阵营的 其他一族宇宙之主们 个个充满着激怒 刚才太痛快了 一举灭杀 二十二尊宇宙之主神体 就算一些有分身 恐怕真正隐落的 也得超过十位吧 而这仅仅是反攻计划的第一步而已 三号计划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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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阵营一方的宇宙之主 同时铺天盖地的 攻击象 机械族父神 和妖族两位妖族 约一半威能 攻击机械族父神 另一半威能 扫荡向 那两位妖族 人类当真自大 正妖族 愤怒咆哮 人类 改死 那巨大 箭船舱 舱门处 以及椭圆黑色球体的洞口处 各有一群 三族联军阵营的宇宙之主 这些宇宙之主们 也各个为之愤怒不甘 也疯狂倾泻地攻击 不过他们很警惕 各个都是在宇宙最强者旁边 随时会躲进去 古神眼一直扫荡着那三座飞向女皇宫的宫殿 使得躲在那三座宫殿内的六十二名宇宙之主 无法发挥战斗力 毕竟 这六十二名宇宙之主 才是三族联军最危险的一股战斗力 若是古神眼离开 这股强大战斗力会立即再度爆发 所以必须压制住 人类阵营集体攻击机械族妖族 古神眼压制那六十二名宇宙之主 而同一刻 罗锋 彭宫之主也行动了 不过 罗锋在虚空中 忽然旁边出现了另外一道身影 那是一巍额的 有着巨大灵甲翅膀的 通体漆黑的精角巨兽 他静情张开着翅膀 他的黑色羽翼上 却有着两滩不起眼的血迹 白色羽翼 作为一件极高等的至强至宝 自然颜色能轻易变换 罗锋 精角巨兽 彭宫之主同时施展攻击 断灭 精角巨兽分身更是嘶吼着 第一次施展 断东河一脉 核心的核心 三大绝学中的断灭 毕竟虽然创出了涅槃新生 可是白色羽翼再锋利 比一般至强至宝更擅长攻击 可是他的威能和血影刀壁还要差上些许 若是不施展断灭 精角巨兽分身 井井勉强达到六界 唯有施展断灭 加速神力燃烧 才能瞬间爆发六界顶尖威能 耀眼的刀光 还是狠细 而后越加粗大 席卷天地 同样锋利的刀光 和另一刀光近乎一般的轨迹 而后也席卷天地 冲天的棍影 三大六界顶尖战力 配合人类阵营 约五十尊宇宙支主的攻击降临 进阶降临在妖族的镇妖族梦妖族身上 连伤我都做不到 人类 镇妖族梦妖族随震惊 那刚刚显现的一尊 精角巨兽强大战力 却丝毫不惧 立即进剑船内 镇妖族却是一招被蛇咬 变得无比谨慎 立即传音给 旁边在他和孟妖族中间的 那巨大剑船 船舱门处的一群宇宙支主 就在这时 轰 一庞然大物 猛的暴涨险箭 这是一无尽巍峨的巨大塔楼 一层层塔楼 共有九层 巨大的塔楼 凭空出现在暗宇宙虚空中 一出现便达到了千亿公里之高 同时还迅速暴涨 并且此刻高高在上的这一尊 巨大塔楼 还露出了巨大的黑洞深渊 在黑洞深渊中 还有着一滴神血 星辰塔 星辰塔 在 在人类手里 镇妖族 梦妖族蒙了 在面临三大 六阶顶尖战力 混合着五十尊宇宙之主 层次神体的联合攻击 就算镇妖族和梦妖族 也被打得抛飞开去 而在他们无法抵挡 这股冲击力时 星辰塔的突然出现 简直是灾难性的 不 镇妖族和梦妖族 都发出疯狂凄厉的嘶吼 星辰塔 不 机械族妖神 虫族女皇 也顿时极了 在虚空中 刚刚竭力施展了 攻击的罗锋本尊 和精角巨兽分身 同时咬牙 发出了声音 吞吸 神力 一致竭力驱使着星辰塔 这是 星辰塔第一次 真正显现 凤 那艘巅峰宫殿 这宝层次的巨大舰船 迅速朝星辰塔 底座深渊内飞去 只见舰船舱门处 立即由宇宙支柱 朝外飞 可刚刚飞出 依旧无法抵抗的 被星辰塔吞吸过去 广小说 吞噬星空 第25篇 第28章 三族败 对三族联军而言 战场局势的突然逆转 的确是灾难性的 人类反攻的一系列连续攻势 令他们从绝对优势方 变成一败涂地 古神眼突然出现 遏制了三族联军 最强有力的队伍 八十名宇宙支柱 组成的联合队伍 朝五十尊宇宙支柱层次 神体的合击 使得机械族附神一方 打得抛飞暴退 根本无法帮助妖族两位妖族 金角巨兽分身 突然出现 且随着罗锋本尊 彭弓 外加抄五十尊神体 使得这一合力攻击 直接轰击的 镇妖族梦妖族抛飞开去 关键时刻 星辰塔终于出世显现 施展了他的吞噬镇压之能 那已经躲在舰船内的 十六名宇宙支柱 其实也有十八尊神体 他们联合起来 完全能抵抗着星辰塔的吞袭 可是星辰塔底座的深渊黑洞里 还有着一滴神血 须知 此战三族联军最重要的是 女皇宫的八十名宇宙支柱 所以避免意外 宇宙支柱顶尖意志 宇宙最强者意志 那些个几乎都在那八十名宇宙支柱中 使得镇妖族梦妖族保护的建船内 十六名宇宙支柱 仅仅只有一位 拥有宇宙支柱极限意志 其他都稍差些 所以遭到神血冲击时 当场倒下大半 会服下三位 只有一位能清醒抵抗 可仅仅一位能爆发正常战力 又如何能抵挡星辰塔的吞袭 就算这建船乃是镇妖族的 镇妖族遥遥操控 也做不到抵抗 毕竟 即使镇妖族操控一件宫殿至强至宝 可罗峰操控星辰塔 比拼起来 恐怕也就相当罢了 而若是仅仅操控一件巅峰至宝宫殿 自然是无法抵抗 不 不要走 舰船舱门处 有两道身影往外飞 欲要逃跑 可就仿佛陷入巨大海洋漩涡的小木船 再怎么挣扎 都要被吞袭进去 封 包括那艘舰船巅峰至宝宫殿 包括那两名飞出来的宇宙之主 整个境界被星辰塔吞袭进去 一切恢复寂静 在暗宇宙虚空的遥远处 一鸣鸣宇宙最强者们 他们或是本尊 或是化身 还有各股实力派遣来的宇宙之主们 之前一些熟悉的还彼此交谈交流意见 可是自动局势逆转后 他们完全被惊呆了 局势逆转 真是大逆转 直接将三族联军打下屋底深渊 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竟然输了 那些分散开的一鸣鸣 宇宙最强者中 盘膝坐在 一青色山峰上的座山客 一副惊讶之色 感叹唏嘘 真是意外啊 意外啊 输了 三族联军竟然输了 紫袍身影也感叹道 这下可就麻烦了 三族联军这下输得太惨 损失宇宙之主太多 的确是一场灾难 而且那人类阵营 拥有着意志冲击宝物 令三族联军的那一群 宇宙之主 根本没发挥之地 再没了那一群 宇宙之主的帮助 单单四名宇宙最强者 根本敌不过人类阵营 没希望了 三族联军败了 没挣扎可能了 老兽神也唏嘘摇头 输得真惨 死了不少啊 那巨大的蜿蜒黑色怪物 画出尖利声音 哈哈哈哈哈哈 阵脚梦查那一对杂碎 妖族在他们手上只会衰败 输就输在人类阵营 那一支冲击宝物上 一团火焰画出声音 对 就是那一支冲击宝物 那一支冲击宝物改变了整个战场局势 使得拥有最强威能的宇宙之主军团 却变得无用了 一位为宇宙最强者都为之凯探 那到底是什么宝物 距离太远 战场威能波动太大 根本看不清 而且一支冲击无形无下 根本无法判定 是什么宝物发出的一支冲击 不过从三族联军 那群宇宙之主的反应来看 必定是遭到一支冲击 诸位 难道没注意那星辰塔 星辰塔 当然看到了 只是没想到 竟在人类族群手里 而且似乎是被那罗锋操控 星辰塔呀 当初我等一个个竭力 却都无法将星辰塔控制 没想到 雪落在这罗锋手里 一鸣鸣宇宙最强者们 顿时唏嘘摇头感叹 星辰塔的威能 毫无疑问是极为强大的 只是过去没谁能认主 如此一件至强至宝 却是宫殿类的 须知宫殿类本来就极少 整个原始宇宙 所有宇宙最强者加起来 拥有的宫殿至强至宝 一共才两件 不过此次战争 人类先是冒出了一件 本属于东地圣地的黑玉塔 现在又将一只 没谁能认主的星辰塔 给弄到了 人类阵营很强大呀 他们有一大群宇宙之主 并且有那一件棍类 攻击至强至宝 更有两件宫殿至强至宝 并且特别是那罗锋 那罗锋的人类本尊 和那金角巨兽分身 竟然都有六阶顶尖战力 早听说 他有一亿兽分身 加上曾经显现的 魔杀族分身 现在辨别看来 他应该夺舍过 金角巨兽分身 所以才能孕育出 三尊分身来 竟然一本尊一分身 都爆发六阶战力 对 那罗锋一人类本尊 以金角巨兽分身 竟都爆发六阶顶尖战力 难不成 他的战刀和那羽翼 都是至强至宝 这也太 宝物太多了吧 特罗锋可是得了 段东河一脉传承的 气域大得很 羡慕是羡慕不来的 也不一定是至强至宝 怕当初闯过基础刀之传承 夺得段东河一脉传承 按照我知道的讯息 当初闯过基础传承 所以起码得创出 宇宙最强者层次的秘法 看之前他的刀法 估摸着 也是宇宙最强者层次刀法 六阶顶尖实力 一般宇宙之主 是凭借万倍基因的神力 在驱使至强至宝上的秘文 施展出宇宙最强者层次秘法 而罗锋 根本不需借助至强至宝 就已经能施展宇宙最强者层次秘法 且是他自己创出的 若是他真的万倍基因的宇宙之主 即使没至强至宝 只要施展涅槃新生 也能爆发出六阶顶尖战力 可是他神力差一筹 按理 只能是五阶顶尖实力 凭学引刀才是六阶顶尖 凭白色羽翼 仅仅勉强六阶 许施展断灭 才爆发到六阶顶尖 老兽神 那罗锋竟然有金角巨兽分身 你就没点反应 嘿嘿嘿嘿 他夺舍的金角巨兽 既然能孕育分身 自然是未成不朽的金角巨兽 我星空巨兽联盟 那些实力弱小的星空巨兽 注定是在宇宙中漂泊的命运 是生是死 一切他们自己掌控 老兽神 悠闲道 走了 此战已结束 走吧 很指望 这三族联军 能为我们节省点力气 看来是不行了 得好好准备了 一鸣鸣宇宙最强者们 都瞬间静止便离开暗宇宙 而遥远处的其他一些 悄然观察的宇宙之主们 也一个个开始离去 镇妖族 梦妖族被轰飞后 随其很快又飞回 可是却晚了 人类 镇妖族梦妖族嘶吼着 咆哮着 愤怒无比 该死 那鸣械族妇神 也愤怒无比 可恶 可恶 人类可恶 远处的女皇宫 在宫殿外 显现的女皇 也是一脸怒涩 三族的这四位宇宙最强者 的确是愤怒到极致 嘣 横在虚空中的 木陵之洲仓门处的古神眼 依旧一次次扫荡着 时刻对准着女皇宫 一旦女皇宫内的那一群六十二名宇宙之主胆赶出来 就得面临背着古神眼 一旨冲击 扫荡的危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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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峰哈哈笑着 而半空中 巍峨巨大的星辰塔 则迅速缩小 随即直接坐落在 金角巨兽的背上 金角巨兽 驮着星辰塔 旁边站着 淫逸展开的罗峰 在旁边 便是手持颜军棍的 彭宫之主 遥远处 黑玉塔也飞了过来 在他们后方 便是横着的 达到百亿公里长度的 木陵之洲 可还要再战 罗峰喊道 妖族 虫族 金蟹族 你三族若要再战 我等奉陪 彭宫之主也叫道 三族联军 却是愤怒得快要疯狂 可是他们看着 黑玉塔 又看了看金角巨兽 驮着的星辰塔 足足两件宫殿类 至强至宝啊 而且稍微知道 些情报的一推理 都能知晓 那金角巨兽分身 应该是罗峰的一分身 罗峰本尊 分身竟都有六阶顶尖战力 彭宫 也是六阶顶尖战力 在六阶顶尖战力上 人类族群也不算差 还有一大群宇宙之主 又有令对方宇宙之主联军 无法发挥的意志冲击宝物 并且还有两件宫殿类至强至宝 人类 你人类也不过仗着至强至宝而已 震妖祖嘶吼着 他的确愤怒至极 哈哈哈哈 真是大笑话 罗峰左手一伸 旁边星辰塔飞到掌星 在掌星悬浮着 同时罗峰朗声笑道 能得到至强至宝 也是一种能耐 就像断东和一脉传承 整个宇宙海谁都知晓 大家都明着来 可我罗峰得到 这就是能耐 别不甘心 若不是那机械族父神 一直躲在那黑球内 一直不出来 怕是他保护的那一群宇宙支主 我人类也会一次性给吞袭过来 咱先生都应该会 advice 给吞啬 似成说 这个氬 感谢 bé 领